好,那我們請同學呢來做個練習 這個練習衣在這邊 那在oneone裡面他可以提供就是我們上傳 那你可以選擇兩種方式 你要用老師提供的這個公用帳號也可以 用你自己的Google帳號也可以 那你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我如果用自己的 會不會佔用你的Google空間對不對 請問Google帳號 一般的免費帳號 Google帳號是幾G 15G 但是我可以講算我的 好嗎 你上傳之後答案算我的 不會佔用到你的 我們東武用的是那個微轉的365嘛 可是他是不是也有一個那個就是 彎轉的也是無限空間啊 你們都知道嗎 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但是我用的跟你們不一樣 我們在學校裡面用的是什麼 Google的 Google的 Google代管的 一樣跟各位一樣 也是無限空間啦 也是無限空間 只是Google的服務這樣子 Google的服務 所以各位 即使你用你自己的Google帳號上傳 上傳檔案容量算我這邊的 所以不會佔用到你的 OK嗎 可以齁 那等一下呢 各位呢你可以把這個進來之後 你看喔 點一下有沒有可以上傳檔案 你會點一下 你可以一次上傳一個兩個都可以 那麼我在這邊怎麼輸出 你看如果已經做好了 有沒有一個儲存 有沒有看到一個儲存的 好 那因為這是靜態的圖片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可以選擇存成PNG PNG這個是一般比較常見的格式嘛 所以你就可以存好之後 你再把它傳上來 當然如果要比較完整的 最好是能夠再把什麼 我們SweetHome 3D的專案檔 要不要儲存一下 要啊不然下次你怎麼改 對不對 剛剛那是輸出的 好所以呢 各位呢 你至少交輸出的檔案 因為我怕今天網路比較多 也許會比較慢 但是呢 如果說你想要自己再回去練習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原始檔把它儲存起來 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存起來就OK啦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齁 好那我們就現在這個時間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給各位大概五分鐘時間 簡單做一下 好吧 OK